天龙八部中逍遥派的天山折眉手和笑傲江湖中的独孤九剑谁更强呢 天山折眉手和独孤九剑是金武侠中很接近的两种武功 都号称能迫近天下武功 不同的是天山折眉手是用手完成 而独孤九剑是用剑 除此之外两者还有什么区别呢 首先关于天山折眉手 天山同老是这样介绍的 这天山折眉手虽然只有六路 但包含了逍遥派武学的精益 掌法和琴拿手之中 还运有剑法 刀法 鞭法 枪法 抓法 斧法等等 猪斑兵刃绝招 鞭法繁复 从这句话中可以认为 天山折眉手不只是掌法和琴拿手 还包含了剑法 刀法 鞭法等等的招式 同老还对虚竹说 我这天山折眉手是永远学不全的 将来你内功越高 剑势越多 天下任何招数武功都能自行画在这六路折眉手之中 以后学到什么程度全凭你自己了 如果按照这句话理解 天山折眉手应该是先将天下所有招式都画于手中 然后以此来破禁天下武学 毕竟天下招式相生相克 而反观独孤九剑包含总绝式 破剑式 破刀式 破枪式 破锁式 破掌式 破掌式 破剑式和破气式 基本上涵盖了天下诸般兵人的破法 风轻扬称 独孤九剑的精髓在于料敌其先 观察对方招式中的破绽 便后发先至趁虚而入 一招制胜 其最高境界是无招甚有招 从功能上说 两门武功虽然都有破进天下武学的名头 但天山折眉手强调的 其实是先将天下武学招式为我所用 然后再用天下武学去破除对手的武学招式 而独孤九剑强调的 则是天下没有无懈可及的招式 有招必有破 因此天山折眉手和独孤九剑的宗旨 完全不同 前者在于容 后者在于破 天山折眉手和独孤九剑除了武学宗旨不同外 学习的过程与武学高领也完全不同 冯青阳在传授令狐冲独孤九剑口诀称 那独孤九剑的总诀足足有三千余字 而天山折眉手的学习过程则简单得多 第一度的长发口诀只有八十四个字 原文称 这口诀七个字一句共十二句八十四个字 徐竹记心极好 同老只说了三遍还便都记住了 这八十四字胜为二口 接连七个平身字后跟着是七个字身字 音韵全然不掉 倒如几口令相似 在学习过程中 独孤九剑先要一字不差地背下来 然后再慢慢地去领悟 冯青阳的原话是 这种诀是独孤九剑的根本关键 你此刻虽记住了 这是地球俗称全凭应急 不明其中道理 日后甚易忘记 从今天起 须得朝夕念诵 当风信阳传授完所有的独孤九剑时 风信阳称 令狐冲还需要二十年时间 才能达到时间绝顶高手水平 而天山群雷手的学习过程 却又是完全不同的景象 童脑在将口诀传授给虚竹后 原文称 童脑道 你背负着我向西急奔 口中大声念诵这套口诀 虚竹一言而为 不掉只念的三个字 第四个福字便念不出声 须得停一停脚步换一口气 才将第四个字念得出来 虚竹心下盛奇 怎能这个福字 总是不能顺顺当当地吐出 第三次又念时 自然而然的一提真气 那福字便冲口喷出 童脑笑道 好香火过了一关 原来这首歌诀的字句 与深运呼吸之力完全相反 平心尽气的念诵已不易出口 奔跑之际更难出声 念诵这套歌诀 其实是调云真气的法门 关于折美手的武学定位 童脑称 我这天山折美手 岂是任何少林派的武功 所能彼得 少林七十二绝技 是不低于一阳指 小光十八掌的绝顶武学 而童脑却认为 天山折美手的上限 还要远高于少林绝技 前文我们说过 天山折美手和独孤九剑 虽然都号称能破进天下武学 但独孤九剑强调的则是 天下没有无限可欺的招式 有招必有破 而天山折美手 则是先将天下武学招式 为我所用 然后再破除对手的武学招式 另外两门武学的学习过程 也不尽相同 独孤九剑要先死即硬背 再用二十年招的时间 领悟香话 而天山折美手 不仅口诀简洁 并且口诀中 蕴含真气的法门 而从武学上限来讲 风轻扬认为 令狐冲至少需要二十年苦练 才能与天下英雄 一针长短 黑木牙之战 东方独败的战力 虽然远胜于令狐冲 但亲自面对时也连称 独孤九剑是好剑法 关于天山折美手的上限 同脑则称 我这天山折美手 是永远学不全的 将来你内功越高 剑势越多 天下任何招数武功 都能够自行化在 这六路折美手之中 并且严明 天山折美手 不是任何少林派的武功能比 独孤九剑和天山折美手 其实都是概念性武学 从理论上来讲 他们的下限和上限都非常搭 从武学下限上来讲的话 独孤九剑 有一大非常明显的弊端 那就是学武者对剑的依赖非常大 令狐冲如果失去了剑 就变得啥也不是 甚至武功大臣令狐冲 后期碰到战武扎劳德诺 第一反应也是去屋里取剑 左冷川也认为 失去剑的令狐冲 战斗力就会变得稀松平常 另外独孤九剑还存在一个上限 独孤九剑讲究后发先制 料理先机 但是如果对手不先出招 双方就会陷入无止境的对峙阶段 而折美手似乎就没有类似的描写 并且折美手玩意识是空手皆白刃 最后呢我们来说一下 两门五学的学习难点在哪 令狐冲在记下独孤九剑全篇内容之后 从信仰说他需要二十年苦练 才能达到绝顶之境 这二十年其实是对知识的消化 独孤九剑相当于体海 如果想在高考中拔的头筹 就需要把体海中所有的题型做一遍 学习之人只需要悶头苦学 去消化这体海就行了 所以风新扬交给并补充的 其实是一套庞大的作业习题 而天山整理手呢 更像是提供了一套功力与定理 高考所有的考点 都在这些功力与定理之内 最后能考多少分 全看你自己的领悟了 比如欧几里德用五条功力 可以推到出四百多条定理 而凭借四百多条定理 可以创造出无数的题型 只是在武侠世界中 你的内功越高 能融会贯通的功力 定理与题型也就越多 作为概念性武学 天山折尾手在理论上 要高于独孤九剑 但是独孤九剑的理论 比天山折尾手更详细 更系统一些 至于这两门武学 哪个更强 只能说是武功无忧劣 内力有高低